现将相关感染者及聚集性疫情通报如下 感染者1215、1224、1228、1234、1246通过社会面核酸筛查发现 均与丰台区叶国庄市场相关聚集性疫情有关 5月15日、16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诊断为确诊病例、临床分情均为清醒 近期本市发生4起聚集性疫情 一是岳国庄市场相关聚集性疫情 新增感染者10例、累计报告感染者25例 其中工作人员15例、关联人员10例 二是中铁11局3公司相关聚集性疫情 新增感染者13例、累计报告感染者81例 三是534路公交场站创务人员相关聚集性疫情 新增感染者2例均来自管控人员 累计报告感染者6例 四是房山区运达快递长阳分部相关聚集性疫情 新增感染者7例均来自管控人员 累计报告感染者28例